先讓我 從柯主席 交代的話 主席知道 他被賴清德政府 羈押了以後 大家的心情 他完全都知道 他知道有非常多知識者 沒有辦法接受 會非常非常的憤怒 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來表達 對於這個新威權體制的怒吼 主席心裡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為什麼 已經預知到 面對這樣子 鋪天蓋地 賴清德 新威權體制的追殺 大家會如此憤怒 他為什麼 錄下的那個影帶 希望大家 好好的過日子 認真的工作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 我們所面對的情況 我們所面對的體制 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我們所面對的打壓 會是一場長期抗戰 謝謝大家今天一起來 這裡參加這個集會 我還記得 上一次 跟世宣 還有非常多台灣民眾的好朋友 在新雙體育館前面集會的時候 是我們邁向2024年大選的期間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起看了 政見發表會 在這個地方 我們曾經一起匯集著 對於台灣 新政治的想像 我們也一起匯集著 要為台灣 要為我們的下一代 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此時此刻 在今天 我們再度的聚集 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的心情 完全截然不同 但是我們的目標 是一致的 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我為什麼 要跟大家強調 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先讓我 從柯主席 交代的話 主席知道 他被賴清德政府 羈押了以後 大家的心情 他完全都知道 他知道有非常多知識者 沒有辦法接受 會非常非常的憤怒 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來表達 對於這個新威權體制的怒吼 主席心裡非常非常的清楚 主席心裡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為什麼 已經預知到我們 面對這樣子鋪天蓋地 賴清德 新威權體制的追殺 大家會如此憤怒 他為什麼 錄下的那個名單 希望大家 好好的過日子 認真的工作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 我們所面對的情況 我們所面對的體制 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我們所面對的打壓 會是一場 長期抗戰 在這一場長期抗戰當中 掌握權力的人 他所擁有的資源 他所擁有的力量 我相信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透過媒體的展驗 透過檢調的濫權 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清楚的看到 我們清楚的看到 當一個政黨 掌握了權力以後 左手動用檢調 右手動用媒體 兩者相互配合 他在摧毀的 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 個人 他要摧毀的 也不僅僅是台灣民眾黨 他要摧毀的 是在這個台灣的社會當中 有誰敢站出來反抗 有誰敢站出來對抗 這一個新威權體制 柯文哲 就是你們大家最好的榜樣 在這麼嚴峻的時刻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每一股力量都很重要 在這一場 對抗賴清德 所領導的新威權體制的道路上面 我們必須要集結 我們必須要集結 為什麼要集結 因為只有集結 我們才會讓這一股反抗的力量 不會散掉 因為要集結 我們才可以讓幫台灣 的新政治 走出一個新道路的力量 不會潰散掉 這一條路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會很辛苦 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encryption 因此 甜清 走出一個新城 announ上面